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文化发展史 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保卫着我们的健康 是什么呢 今天我就和大家一同来学习一下 护佑我们民族繁衍昌盛的这样一门学科 就是中医学 什么是中医学呢 简单来说 中医学呢 就是指中国的传统医学 它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 以及诊断疾病和防治疾病 这样一些规律的一门学科 它是中国的医学 但它不是属于现代医学的繁衆 它是属于我们中国传统医学的繁衆 但是呢 它也是在和我们现代的医学一样 也是研究我们人体的生理是什么 规律是什么 病理的改变是什么 疾病如何诊断 如何防治的 这样一门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学科 中医学呢 它从它的内涵来讲 它本身也有着与现代医学不同的一些特色 比如在研究方法上 中医学呢 是以整体观 恒动观 辩证观 为主导思想 它认为 整个世界也好 人体也好 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人不能脱离自然环境 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它认为 人体是一个永恒的 动着的运动着的这样一个机体 它和我们整个宇宙一样 也是在不同的运动 另外呢 它认为最具体的问题 应该具体的分析 在中医来看 没有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疾病 是和其他的人是相同的 因而我们可以说 它体现了 整体观 恒动观 和辩证观 为指导思想的这样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它在它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上 是以我们脏腑经络的生理 病理作为它最基础的知识 然后以辩证论治 作为诊疗的一句 就是它对一个疾病 一个病人 首先要看 它是什么样的病 不仅要看 什么样的病 还要看出 这一个病下面 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亚型 是什么样的症候 然后根据不同的症候 实以不同的治疗方法 在同一个疾病当中 它对不同的症候 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 这也和现代医学 是有很大的区别 另外呢 它是以中药 方剂 针灸 推拿 导引 这些个治疗的方法 为主要的养生 保健和治疗的手段 也就是说 它治疗方法上呢 它有其一定的特殊性 不同于现代医学 这样的一些 自己明显的一些特色 那么中医学呢 它承载着 我们中国古代人民 通疾病做斗争的 丰富经验 和丰富的理论知识 它是在中国古代哲学 指导下 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 足步形成 并发展完善的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 历史非常悠久 在这期间 积累的所有的经验 都在我们中医学当中 得以传承和积累 因而它的 积累的经验 是非常丰厚的 而他们 在远古的时候 中医形成的时候呢 它受到中国古代 哲学思想的指导 而在这种指导 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呢 它对我们 中华民族 整个的医疗实践呢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而且 而这种影响作用呢 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医学呢 不仅有确切的 临床疗效 它而且还有呢 非常重要的 医疗保健的作用 也就是它不仅仅是 治疗疾病的 它还有防治疾病的 一些理论方法 而这些是自称体系的 正因为如此 所以它不仅在我们 国家的现今的医疗保健事业中 具有同等重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同时呢 也在世界医学领域 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 而这种中医学在整个 人类健康事业当中 这个整个领域当中的影响 是越来越加强的 后面我们会详细的谈到这一点 在这儿呢 谈到中医学概念的时候 我们要需要说明两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所说一般意义上的中医学 一般是指 以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 传统医学为主 是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医学为主 所以也可以称为汉医 中国其他的民族的传统医学 比如藏医 蒙医 苗医 还有威瓦尔族医学等等 他们也都有非常灿烂的文明 也都有比较系统的传统医学的 这样的体系和方法 但是这些医学体系呢 我们一般称其为民族医学 当然从广义的角度来看 这个也属于我们中医学的繁筹 但是为了区分 它和汉医学的区分呢 我们往往把它称作为民族医学 此外呢 日本的所谓汉方医学 韩国的韩医学 朝鲜 所称的高丽医学 以及越南所称的东医学 都是以我们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在现今世界的医疗体系当中 中医学归于哪一类呢 它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医学 因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医学 还是以西医为主 那么中医学被归类为补充于替代医学中的一支 就在整个医学体系当中 以西医为主流 但是越来越发现 传统医学具有 现代的西医学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 把这些传统的医学都归入为 补充于替代医学 作为主流医学的补充 当然这里面包括我们中医 也包括我讲的我们的民族医学 包括古印度的 古巴比伦的医学 还包括一些欧洲的顺势疗法等等 包括美国的整体 这些都是属于替代医学的繁筹 那么从上述 我们对中医学的介绍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中医学呢 它是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医学科学 它既具有自然科学的这样的属性 又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 另外它同时既是中国的 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医学 同时呢 它也是世界的 也就是说在世界上有重要的影响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我们说 它是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医学 是因为 它是非常古老的 它有着悠久的历史 已经有几千年了 几千年悠久的历史 所以它是一个 从远古走来的一个医学 为什么说它是新兴的呢 对这样一个古老的医学 我们用现代的科技和方法 对其进行研究 仅仅是近四十年左右的事 也就是说 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开始 才开始用现代科学的手段 来研究我们这门古老的医学 在这期间呢 发现中医学的很多的理论也好 方法也好 我们的治疗手段也好 运含着非常深刻的科学的激励 在研究过程当中也发现 越是科学的进步 越发现中医学一些 很古老的认识 传统的认识 却正是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需求 符合当今医学模式的发展趋势 比如说我们的整体观 而现今正好符合了当今 人类对医学模式的认识 原来的医学模式 主要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 而现今是向生物心理环境等等 这些综合的医学模式来转变 也就是说人不单单是 单他的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他是受社会的影响 受环境的影响 受整个自然界的影响 那么我们中医是讲辩证论治的 最近呢 最近些年来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来 针对具体病人的个体化诊疗 是临床医学的最佳模式 而这一个说法和我们辩证论治应该说是不谋而合的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说了 对任何一个病人都要具体问题 具体的分析 第二我们说他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 又有社会科学的属性 就中医学有它的双重属性 它是自然科学 这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研究的是我们人体的生理病理和疾病的保健 疾病的治疗和人体的疾病的防治 从他研究的目标来讲 它的功能的定位来讲 肯定是属于自然科学 属于医学 但是由于中医学形成遥远的古代 它其中又包含着非常深厚的 非常浓重的人文的科学的这样的性质 它里面比如讲的它的整体观 横动观等等 包括它的研究方法 在某些方面有着社会科学的属性 因而它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现代的医学 它有着不同的特征 第三我们说它是中国的 当然它是为我们中华人民的 中华民族的保健服务 是我们中国卫生保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它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已经把中医学作为替代医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纳入到他们医疗保健的整个体系当中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中医学的概念 那么中医学有什么优势特色与前景 它的前景到底如何呢 我们把中医学的优势特点进行简单的归纳一下 我们可以提出下面八个方面的内容 也就是中医学历史悠久 中医学的理论博大精深 另外中医的疗效确切 第三中医学贡献巨大 第四中医学特色突出 另外它的优势明显 在当今中医学面临着非常好的空前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 同时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就是中医学的特色优势与前景 同时它也是我们中医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下面我们足以来和大家进行讨论 首先中医学历史悠久 说到中医学的历史 我们首先要谈一下关于医学的起源 关于医学的起源 医学起源有这样三种不同的 源自于有这种医学起源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源于动物的本能 就是动物本身 动物当中就有一些自己进行疾病诊疗的这样一个本能的东西 比如说狼吃东西吃得不好了肚子疼 他可能吃了腐败的食物 他会找一些草来吃 吃完了以后促进自己拥吐 而动物受伤之后 他会用自己的舌头来舔势伤口 促进伤口的愈合 另外他会在他的居所当中 也找一些像羊背风这样的地方来安顿自己 所以有一派认为 这医学是起源于动物的本能 随着动物的进化 逐渐逐渐的来保留下来的而起源的 第二种说法是源于圣人 比如说神农长白草 比如说皇帝七波创造了医学 这是源自于圣人说 还有一种说法是源自于巫师 因为在原始社会当中 包括现在的一些部落当中 也有的一些巫师掌握着医学的知识 在他们拥有自己所谓的通天地之能的 这样的同时 他们也掌握着一些治病的这样的意识 这样的一些知识 所以有这样三种不同的说法 但是这三种不同的说法 哪一种更为接近于事实呢 其实这三种说法呢都有它一定的道理 根据众多医史学家的分析研究 医学的起源很可能是人们以劳动生产 寻求食物改善居住环境为中心 并在其他条件因素影响下 逐步建立发展完成的 动物的本能肯定被一点点的放大积累 留下来了 所谓的圣人 也就是说一些智者 在医学发展过程当中肯定也取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巫师当时确实在原始社会 他们是作为部落当中的一些医疗和保健的一些实施者 他们都起了都做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哪一个都不足以形成医学的起源 我们了解了医学的起源之后 想听 想请大家回答一个问题 思考一下 我们中医学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哪位同学回答一下 好 这位同学 中医学的历史应该 现在算起来应该是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因为在夏昌州的时候就已经有出现了汤叶跟药酒 这一类作为人们打仗的时候算是一种兴奋促进的一种功能 人们就是打仗的时候喝了那些汤叶跟药酒之后 战斗力就更加的具有战斗力 所以说中医学的历史最早应该是在夏朝的时候 好 请坐 刚才这位同学的回答呢 在一部分是正确的 但是你计算的年限是不正确的 中医学的历史呢 确实从夏商州就可以算起了 但是夏商州到我们现在应该有四千一百多年的历史 中医学的历史有多长呢 我们说有基本有文字记载之后 我们才算中医学有把它来作为中医学的起始点来算 应该呢是从甲骨文 甚至甲骨文之前的一些象形文字 有记载开始来计算的 正像这位同学所说的那样 我们中医学的历史可以远远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 就夏朝的建立 奴隶制的形成 那么到现在有四千一百多年这样的历史 在这一个四千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把中医学的发展呢 分为六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它的萌芽时期 就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四百七十六年 就是从夏商周到春秋 也就是我们整个历史上的奴隶社会 这是萌芽时期 第二个时期呢是奠基时期 它是从战国到三国 战国秦到三国这个阶段 大概公元前四百七十五年到公元前二百六十五年 大概呢有这么七百多年的时间 而全面发展的时期 是从两晋到五代 晋隋唐五代 这是全面发展的时期 而到了公元的九百六十年到公元一千三百六十八年 这将近四百年间 是它流派形成的一个时期 就是形成了医学的学术的分化 学派开始形成 而到了一三六八年到一八四零年 鸦片战争这个期间就是明代到清代 是我们中医学与时俱进的时期 这个时候呢 温病学得以很好的发展 而到一八四零年到现在 是自主前行的时期 为什么 在这个时期我们曾经遇到了空前的这样一个困难 它可以是在经济当中前行 而建国之后呢 中医学才得到了一个蓬勃的发展 如果从夏商周来看 这一段时间呢 是它的萌芽时期 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 前公元前的四百七十六年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呢 夏王朝建立 奠定了奴隶社会的基础 到公元前七百七十一 七百七十年呢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 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的国家 奴隶社会呢 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 还创造了精神的财富 这时候呢 出现了最早的中国的文字体系 甲骨文 在甲骨文真正形成之前 还有先于甲骨文的和象形文字 介于象形的文字和甲骨文之间的 这样一些文字 这个甲骨文和这些文字的形成 是我们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 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这个呢 也是中医学交流传承的一个基础 当然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交流传承的 这样一个基础 因为没有文字的阶段 知识往往是靠口传心受 代代相传的 有的时候呢 它传来传去 就越传越少 甚至丢了 当然也有新的积累 有了文字之后呢 是我们的文化传承呢 得以便利 得以可靠 得以呢 可以流传的时间更广 这是呢 甲骨文当中的 出现的一些字 你比如说这一个字 就是取尺的取 取了一个牙 像这一个字 大家看这个像 这个是个什么字呢 这个如果倒过来看 它是在一个床上 人躺着 在倒汗 在出汗 这是个什么字呢 这是个病字 其实甲骨文的病字 在这个时期 甲骨文当中呢 就有了很多 关于病名的 一些记载 那么奴隶社会 这个期间 医学发展到 一个什么程度呢 我们看 到了奴隶社会 这一个时期的 医学知识 可以呢 简单概括 这某个方面 首先呢 它对人体的疾病 有了新的认识 到了甲骨文当中 就已经开始摆脱了 鬼神迷信治病的 这样一个说法 它为后来 我们到下一个萌芽阶段 说信污不信医者不治 已经奠定了一个基础 污和医开始是在一起的 但是到了我们医学的 奠基时期的时候 中医学就和巫术 开始就分开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 在奴隶社会的时候 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 已经形成 已经形成了 在上书红饭当中 十三经上书红饭当中呢 就有了关于阴阳五行的 这样的记载 可以说这时候 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 已经开始形成 这种呢 哲学的思想 对中医学 有一些影响 而中医学的理论 在阴阳五行指导下 也已经开始萌芽 五脏的理论 已经开始萌芽了 这个时期 药物的知识 也不断的积累 药物品种数量呢 不断的增加 就是人们呢 常常在 生产生活 采集食物过程当中 就遇到了不同的植物 发现它有很多的药性 药物品种数量增加 我们说的 神农长白草 一日而遇七十毒 这都是这种传说 都是应该是 在这个时期发生的 另外这个时期 出现了酒剂 出现了汤剂 是用来治病的 就刚才那位同学来说 它也可以激励 这人的战斗力 另外这个时候 出现了贬食 它是针灸的前身 这些都是医学史上 重要的发明 而这一时期 随着历史 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 人们呢 也开始讲究卫生 也开始积极的预防疾病 那么在奴隶主的周围 也可以说是当时的宫廷吧 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分科 医事制度呢 也开始建立 这时候就有了 大致的分科 内科外科等等 而且呢 也有很多病名 像首肌 就头肌 牙肌 等等的 这样的病名 也已经出现了 包括那个驱齿 都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一时期呢 医学知识呢 确实应该说 比较积累的比较多 这是它的萌芽时期 而第二个时期呢 是奠基时期 这个时期是在战国到三国这个阶段 主要是以秦朝和西汉 东汉这个时期为主 是公元前475年到公元265年 这么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呢 是在我们的思想领域 文化领域 是我国历史上 百家争鸣 这一个阶段 人们的思想非常活跃 像在儒家 道家 阴阳家 思辩家 甚至法家 等等 朱子百家 在这时候 基本上已经形成 这个 朱子百家 争鸣的 这种形式呢 奠定了我们中医文化发展 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 而中医学 这时候也得到了 很好的发展 在这七百年间 我们中医学的四大经典 都已经形成 论述 医学理论的 《黄历内经》 《八十一难经》 已经形成了 论述药物学的知识的 《神龙奔扫经》 也已经形成了 还有一本书 现在虽然失传了 就是 《医乙所作的汤液经》 也已经形成了 那么 有药物 有理论的基础 有制法 在此基础上 到了东汉的时候 张仲景呢 又写了 《伤寒杂病论》 四大经典 都已经形成 这时候 我们中医学理论体系 可以说 已经初步形成 那么我们 简单回顾一下 战国和西汉 以及到东汉之间 有哪些区别呢 它毕竟是物业三个阶段 战国的时候 中医理论 已经基本形成了 这时候出现了解剖 和医学的分科 已经知道 可以用望闻问切 我们现在所说的四诊 来诊疗疾病 诊察疾病 治疗的方法呢 已经有贬食 有针灸 有汤药 有哀酒 有导饮 有不器 甚至有注油 这是战国时期 到了西汉 它开始呢 用阴阳五行 来解释人体的生理 出现了 医工 也就是说医生的 这样的名称 出现了金针 出现了铜的药神 药的小勺 来计量药物 从西汉出图的 这些导引图 和这些医方来看 西汉的时候呢 医学已经进入了一个 已经比较高的 这样一个阶段 到了东汉呢 医学够进一步的发展 出现了著名的医学专家呢 张仲景 我们现在呢 称他为医生 当时他已经对八纲 有所认识 创造了八发 最重要的 他是在内经 难经 神农奔草经 这些 以及汤叶经的基础上 创造了 容离法方药 为一体的 这样一个 辩证论治的体系 就是以六经 辩外感病 以脏腑辩证 辩内伤病 这样一个两个 辩证的体系 奠定了我们 整个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 而这是辩证论治的原则 在此已经确立 他所 介绍的 病症 治法 治责 方药 都相当的详细 而且对于服药的方法 禁忌 时间 等等 都已经是相当的丰富了 对张仲景呢 对医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而这时 还有一个著名的医家 就是华佗 华佗呢 他以精通外科手术 和麻醉 名门天下 还创立了健身体操 五亲戏等等 当然呢 大家有的 人对华佗是否进行过 昌庸的手术 有怀疑 可是我们 从中国历史上 那些 进行史书 撰写的人 他们那种严谨的精神来看 华佗应该是 进行 可以进行 这种 外科的 简易的外科手术的 包括蓝园的切除 而且呢 他创立的麻婆伞 一直到今天 还有七方 现在服了 仍然有麻醉的作用 所以这个 记载应该是 确有歧视的 历史 继续前行 到了两进 到五代 阶段 这是我们 中医学 全面发展的阶段 两进至随 医学家的实践呢 不断的积累 众多的新药物 被认识 众多的新的处方 被创造 众多的疾病 也被我们所了解 而且这时候 也创造了很多的 治病的一些方法 疾病的分类 也越来越细 辩证呢 也越来越符合 医疗的实际 这一时期 在唐代的时候 由于 尤其是唐初 经济发展 政治稳定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代表人物 孙思淼 总结前人的理论 以及他的临床经验 写了两本 非常重要的书 一本是 千金药方 还有一本呢 是千金义方 这两个方子当中呢 这两本书当中 在了五千多个药方 记载了很多很多的疾病 把这些疾病 用这些药方进行治疗 已经呢 有很好的疗效 再加上呢 孙思淼 医德高尚 所以呢 人们称其为药王 称其为孙真人 到现在我们 仍然把它称为孙真人 孙思淼 称其为药王 而唐朝以后 随着我们国力的强盛 文化的传播 我们中国的医学理论 大量的传到 中国周边的国家 像高丽 日本等等 甚至呢 远传中亚和西亚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进入到宋朝之后 宋金元这个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呢 出现了 医学流派 也就是说呢 它再不是一家一派了 而是呢 出现了不同的 医学流派 有了不同的 医学的理论 在这一时期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政府呢 设立了汉林医学院 就是正式在 皇家这个层次 进行医学的院校式教育 在这儿我还要顺便提及 中医学的院校式教育 绝对不是解放之后 才可以 才正式形成的 而是远在隋朝 医学的院校式教育 就已经在中医学 在中国设立 虽然 医学人才的培养 是以民间的 师称授授为主 但是院校式教育 是一直是培养 高层次的人才的 一个重要的途径 到了宋朝 他呢 这里不仅是 设置了医学教育 还设置了一些研究机构 就是汉林医学院 这时候医学的分科呢 已经接近完备 内外父儿五官 基本上都已经 非常完备的 已经分科了 并且呢 统一了中国针灸 由于传朝引起的 穴位紊乱 出版了图经 而且铸造了 针灸的同仁 宋朝的针灸的同仁呢 非常的有意思 他这个同仁呢 印有他的几百个学位 一般是360个学位 这里面呢 每个学位期间呢 都灌上水银 用蜡封上 等考试 平常在学习的时候呢 他不穿衣服 等考试的时候呢 给这个同仁穿上衣服 让这考试者呢 去扎这学位 如果扎上之后呢 水银就可以漏出来了 就扎到蜡里面 扎不上就扎到桶里面 以此呢 来考验 来评价 是不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到金元一将 终于的发展 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 以刘元素 张子和 李东元 朱丹西 这四个著名一家 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 形成 形成了 和解学派 溢水学派 等等 这个呢 这些医学流派的出现 极大的补充了 中医学的理论 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和新的思路 这是宋金元时期 历史再进一步的发展呢 就进入了明代 明清的时期 明清的时期呢 中国 遇到了一个新的情况 随着 对外交流的 这样一个 增加 明清以后 很多 原来我们国家 没有的传染病 开始流行 瘟疫大范围的流行 这时候 医学家发现 用过去的 一些 治疗 瘟疫的这些方法呢 治疗新的传染病 往往呢 有的有效 有的没效 或者是效果不好 这时候 他们就思索 要变革 要思索 创立新的 有效的治疗方法 经过 数代医家的努力 终于 形成了一套 不同于过去 六经辩证 治疗 外感 病的这样一个 理论体系 形成了 以胃气阴血辨证 三胶辨证 为主的 这样一个 治疗温热病的 体系和方法 也创制了 很多的新方 由此呢 温病学派诞生 而大大降低了 传染病的死亡率 这三位呢 叶天氏 学生白 吴居通 可以说是 在温病学派的 创立方面 贡献 卓医的 三位大的 医学科学家 在明朝 还有一件事 需要我们 特为强调的 明朝的后期 著名的医药学家 李世珍 他写了一本 著名的书 叫本草纲目 这个本草纲目的成书呢 可以说是 对中药学的 又一次系统的总结 本草纲目 叫之唐本草 宋的大官本草等等 包括石疗本草 它的药味呢 又增加了许多 已经达到了1800多种 将近2000多种药物 远教神童本草经味多了 对比唐本草 大官本草 正类本草都要多 而这里面呢 记载的内容呢 非常的详实 他把 从神童本草经 明一别录一来的 各个本草当中 对药物的一些 他认为比较好的一些记录 一些认识 都包括在 他的本草纲目当中 而且呢 还有增加了一些新的知识 新的内容 附了很多的一方 而这一 这部书的成书呢 可以说不仅对中医学 其实他对 整个世界的植物学 和的药物学的发展 甚至我们自然科学的发展 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影响呢 也是非常大的 而这一时期呢 我们其他民族 像蒙伊 藏伊 也受到了中医学的影响 朝鲜的东医学 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这个时候 朝鲜的许俊 写了一本书 叫《东医宝剑》 现在呢 已然是作为 朝鲜的高丽医学 和韩国的 韩医学的 最重要的一部 经典的著作 从1840年到现在 是中医 自主前行的 这一个时期 为什么这样说呢 清朝末年 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 国运衰弱 同时 现代医学 也就是西医 大量的拥入 严重充裕着 中医的发展 中国呢 出现了 一些人士 他们主张的 医学西方化 中医学呢 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人们开始呢 用西方医学体系 的思维模式 用还原论的方法 对中医学 加以检视 由于当时 西医学 其实本身 也没有是 很高的发展 也没有当今 现代的水平 由于他们的 当时的水平 也不高 用于审视 当时的中医学 认为中医不科学 有很多人提出呢 要废止中医 甚至呢 还提出了 废止中医论 这个时候呢 中医学面临着 一个存余费的争论当中 当然呢 经过中医 广大通认的努力 这一个提案呢 没有被 认可 可是呢 当时 中医所面对的形势 也是非常严峻的 好在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们国家的政府 自成立之后 就大力提倡 要发展中医药学 要中西医病重 而且呢 毛泽东主席 还多次强调 要让西医 学习中医 建国之后呢 中医学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 比如从医疗上 中医三级医疗机构 建立了 临床科研呢 也广泛的开展了 明老中医经验呢 也得到系统的总结 临床疗效 较之以往 已经有大幅度的提升 并且中医全面介入了 微生保健事业 从科研上 中药的质量标准 一个个的建立 中药资源 进行了多次的普查 中药的新药呢 研制加快 有很多的新药诞生 中药药理作用 与物质基础 是什么的科研 也在不断的取得进展 而中医所说的 正后的失职 是什么 也逐渐的被认识 发现了 它期间的科学性 而从教育方面 我们全国成立了 很多的高等中药院校 设立了 中医本科 硕士 博士 博士后的 这样一个高层次人才的 培养体系 也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所以建国之后呢 中医说 可以说面临着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发展阶段 我们了解了中医学的 历史之后 再谈一下中医的 第二个方面 是博大精深 为什么说中医是博大精深呢 中医呢 博大精深可以由这五个方面来体现 首先它有完善的理论体系 它有多样的治疗方法 它有几千年丰富的经验积累 而且它有大量的文献资料 而且还出现了 在历史上出现了众多知名的医家 这些方面都可以说中医是 都可以印证中医是博大精深的 从理论体系来看 中医的理论体系是非常完善的 也是非常复杂的 内容是非常多的 比如中医基础理论 它有阴阳学说 五星学说 脏象学说 气血学说等等 从病因理论来讲 有六因 七情 饮食所伤 甚至内生五邪等等 从诊法理论来看 我们有望闻问切的方法 有望闻问切的理论 有四诊喝餐的原则 而从辩证 诊疗的体系 不仅有六经辩证 有脏腑辩证 有经络辩证 微气营血辩证 三交辩证 气血经济辩证等等 是非常的完备 而治法治则呢 向三因治疑 像我们耳熟能详的 再上者银而悦之 再披者汗而发之 这也都是相当丰富的 而药性理论 像四气 五味 归精 升降 臣服 七情等等 也是非常丰富 而配五理论呢 除了君臣所之之外 还有大小气欧服的 这样药物组成的理论 所以说它的理论是提现 非常完备的 另外呢 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呢 也是多种多样 大家知道 我们是以汤剂为指出的 但是治病除了汤剂之外 还有碗 散 高丹 还有酒剂 还有外用的药物 也有内服的药物 也有作药 寒咽的药 除了这些药物之外 还有针灸的疗法 推拿的疗法 按摩的疗法 甚至有药育 有烙法 比如小鞭头线的 小烙铁的这种烙法 治疗慢性鞭头炎 鞭头线肥大 像我们古代流传下的 金针波障术 治疗白内障 当然现在呢 都是以超生乳化 植入晶体来代替了 但是在这个技术 没出现之前 当时的金针波障法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治疗白内障的 这样一个外用手术方法 甚至我们还有以清盛清的理论 心理治疗的这种方法 从针灸来看 不单止一个豪针 光针就可以分为九种 九种 九法呢 也有好多好多种 九法 所以它这种方法 也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也是非常丰富的 而这些内容 也是博打精深的 除了这两者之外 我们还有丰富的经验积累 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当中 古代一家为我们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 提出了很多 颇有现金指导意义的 这样的医学理论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继承的 宝贵的财富 而说到文献资料 更可以说是汗牛冲动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用一生的时间 把我们建国前所有的书 读一遍 没有任何一个人 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 他书太多了 我仅举一个例子 仅伤害论这本书 还不包括真有 不包括金贵要略 截止到解放 就是建国之前 著本有一千零四十多种 有名可查的著书的名字 有一千零四十多种 建国之后又有几百种成书 就是对伤害论的著书 那么我们还有金贵要略 还有其他的经典 还有内外富而各科的 这样的著作 到底有多少 大家是可想而知的 而在我们中医学发展的 历史长河当中 我们还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家 这些医家可以说 群星灿烂 照亮了我们整个的中医学 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长河 期间呢 这些人 他们创造的知识 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医学的财富 也是博大精深的 而我们这次整个导论课 就中华民族繁延昌盛的护佑者 这些导论课 除了我讲的这总论之外 我们导论的课程呢 要分为这么三个模块 来给大家进行介绍 从基础知识 有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诊断学 临床中药学 中医方济学 从经典的智慧 这个模块 我们要向大家 进行内经 伤寒论 经格要略 温病学 四大经典的介绍 从临床的技能 这个方面 我们会从内外妇儿 针灸推拿 这六个课程的总体框架 向大家介绍 最基本的知识 好 我们这节课 暂时上到这 下课 请不吝点赞